欸 我肉掌一次都是吃一串的 誰在跟你吃一個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晚安 晚安 我跟大家說今天要來開箱肉掌 想不到吧 這個時間點 我今天其實一直在猶豫說 到底要選哪一些 然後我就選一些比較特殊的品項 然後呢 我也順便來開箱屑屑的吉拿褲 怡婷說我比較喜歡吃南部粽還是北部粽 說實話我本人其實比較喜歡吃南部粽 我喜歡吃糊糊的 但是呢 我喜歡加的那個配料 其實是像甜辣醬啊 東穴辣椒醬那種類型的 因為很多人說南部粽 其實最常配的可能會是 花生粉跟醬油之類的 可是我對這個就比較還好 老實說我覺得肉掌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粉粒肉 所以我今天就沒有特別買那個 干貝那一類型的回來吃 Ama說肉粽的精髓在於甜辣醬 我跟你說其實我也是最喜歡配甜辣醬 還是我真的等你 這個就是北部粽 這個是南部粽 然後這兩個是那個 湖州粽 然後這個是吉拿褲 啊這個是東部粽 其實我不知道東部粽到底是什麼意思耶 但我這一次去加樂福的時候 它就是有特別標榜東部粽 我就說我想要買回來吃吃看 我證明說肉粽一定要加N3 N3真的是百大 我完全懂這件事情 來這個是北部粽 我們先來開給大家看 它是狀元賞 懷骨 北部肉粽 我覺得他們這一次很有趣的是 加樂福它有一個綜藝評選會 然後它那個是榜首狀元賞的那個肉掌 然後我們來看看 究竟狀元賞是多好吃 我真的是脫肉粽達人耶 它打開是這樣子的 我們來稍微幫它解體一下好不好 肥肉 然後花生 有一點點蝦米 然後它吃起來有紅蔥頭的香味 它裡面的配料其實應該大概就是這樣 而且醋也是還滿好吃的耶 你們看一下它的那個糯米的粒粒分明的感覺 可以買 可是我跟你說 它吃起來跟我印象中的南部粽有一點 北部粽有點不像 它其實還是有一點點糊糊的感覺 它沒有到很粒粒分明 有人說看起來還好是不是 它吃起來還挺不錯的耶 而且我跟你說 它的那個蝦米跟紅蔥頭的味道 算是滿香的 但是它的鹹度稍微高一點點 你現在才想起來要拍內餡 我已經吃了好幾口了 不過你的缺點 它裡面如果有香菇就好了 因為我很喜歡香菇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滿好吃的耶 而且它的米飯啊 咬起來非常的香 我覺得它那個紅蔥頭 雖然說我看不到紅蔥頭 到底是有沒有放 感覺是有啦 本來還在想說 今天應該是一個泡火謀裂的一集呢 我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重視米飯的那個口感的話 它這個是沒有Q度的 只有香氣 認真來說 我覺得它糯米吃起來 有一點點碎碎的口感 但是我很喜歡它煮它的那個味道 因為我覺得它的鹹度香度 跟它的蝦米的味道是還不錯的 我跟大家說 裡面它是放這種三棧耶 然後它的瘦肉的地方 稍微有一點點口感 不至於到柴 然後它這個是有一點點Q度的那一種 它如果這個再煮多一點 讓它就是上面那個皮是整個化掉 那感覺一定更棒 它如果肉再肥一點 我覺得挺不錯的 有啦 有紅蔥頭 我看到了 下一個呢我們來開南部粽 這個是楊哥楊嫂的台南特選肉粽 好啦 真的 我先說今天真的不是業配 我真的是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剛剛的那個是這個啦 狀元油飯 它是長這樣 如果你們有興趣買的話 我覺得這個還滿好吃的耶 楊哥楊嫂是這個 然後它這個的話是特製肉粽 誰不認為說它粽不粽是什麼特色 可能要為那標準 比較喜歡做水餃 還是做小波塊 小波塊就要等下猛年寬恒的 有啦 很明顯旁邊糊糊的 我們看一下它的那個內餡有什麼 我每次拿著我的那個手的小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它這個有鹹蛋黃 有栗子 然後有豬肉 它這個料看起來滿多的耶 然後這個味道比較淡一點點 但是這一顆的那個飯啊 吃起來沒有糊糊的耶 比剛剛的北部狀還像北部狀 我是說那個口感啊 它的糯米其實吸那個葉子的香氣 會吸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它吃起來其實葉子香氣比較明顯 然後因為像剛剛那個 我覺得它的豬油的香氣 跟它的油蔥跟它醬油的味道香氣比較重 這個相對味道稍微比較清淡一點點 它的鹹鴨蛋可以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肉粽裡面放鴨蛋通常吃起來會很乾 可是它很濕耶 你看 我不是太往前 我是一直說它吃起來的那個 比較不會那麼的乾 有人說不黏不是南部狀 它其實真的不太黏耶 為什麼 它的肉算是比較有口感 但不是乾脆 是咬得滿香的那一種 這種類型比較不是我喜歡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滿多人會比較喜歡這種類型 這應該算是屬於比較一般大眾的口味 因為我個人的口味是有點極端 我很愛肥肉 所以我通常吃肉粽我就很追求要很肥 對 淑蕙這一塊也沒有香菇 有啦 還有香菇啦 這顆如果你是喜歡吃復古的 古早味的那種傳統肉粽應該會喜歡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吃粽口味 你應該會跟我一樣比較喜歡上一家 然後接下來這一顆呢 它是東部粽 這一家是百年傳奇 它是花蓮的剝皮辣椒粽 我完全是因為覺得有趣 所以買它來試試看 你看這個一整條剝皮辣椒在這 整個黏住 等一下 這… 對 這到底是 等一下這要怎麼開啊 哇 這個就真的黏了 這一面這一條 這是乾掉的剝皮辣椒嗎 可是它長得不像剝皮辣椒啊 它看起來有… 冷卻有點空虛 它怎麼長這樣 香菇 然後蛋黃 豬肉 豬肉它是說豬厚腿肉 所以它是沒有肥肉的那一種 好 我先吃吃看 我們加一點這個 我們再多吃個幾口 最後一口我們冷靜一下 今天天氣真的滿好的齁 它的這一塊有菜脯的地方 下面配它的那個糯米 它的那個味道其實沒有到非常的重 所以你那個菜脯配糯米吃起來是滿香的 然後它的豬肉吃起來 比較乾一點點 然後就是大概就是你可能咬一口 要稍微配一下茶的那種程度 然後我覺得它黏性很高這件事情 在入口的時候咬起來 我自己其實覺得口感還滿好的 但其他老實說我就覺得 好像有點… 有點清淡 對 就很想像中的有點不太一樣這樣子 它邊邊其實一直有一些綠綠碎碎的東西 我在想到應該是剝皮 剝皮辣椒本身的殘渣 但是除了我剛剛吃那一整條 跟配那個糯米一起吃的時候 剝皮辣椒味道比較重 但你吃其他的地方 就算它上面有撒一點點好了 它其實也非常的不明顯 它的蛋黃也有點乾 但我覺得它米飯不錯 認真來說 只是配料可能就真的比較不重我 什麼都不必說 好 接下來我們來吃胡粥粽 胡粥粽的話這一個是麗加 是這個 包裝很漂亮 它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辣味 一個是鮮肉粽 哇 你看這個 多像那個小時候在做那個搖籃啊 飆飆水 水群啊 這個感覺很棒喔 等一下我現在對它是滿滿的期待 我希望你讓我開心 欸 它 喔 這個是辣味的啦 裡面有那個香腸 這是胡粥粽 它是辣味鮮肉粽的 它的米飯其實看起來滿糊的耶 我現在 喔 就是這個 就是它胡粽粽的精華 胡粽粽的精華就是有一塊肥肉在這裡 嗯 你看這個 南部中做法 葉子味道很重 然後口感也都是糊糊的 滿黏的 但是不會到太重 它的裡面這個辣腸的味道其實還滿重的 我看它只有一小塊辣腸的辣 但整顆肉粽都有那個辣腸的味道 這顆不錯 你看這個畫面看起來好漂亮 油油亮亮的 如果你是喜歡傳統的那種胡粥粽 咬下去之後那個肥肉整個化掉在你嘴巴裡面 連瘦肉都只有一點點口感的那一種 這個你可能會不太喜歡 因為它這個還是有一點口感 但它不是柴喔 它是一般肉粽裡面會有豬後腿肉的那種扎實的感覺 咬起來其實滿香的 然後它米飯糊糊的感覺 我覺得算是糊的還滿好吃的耶 這裡還有還有還有它除了辣腸之外 這裡還有香腸 而且它的香腸是比較肥的那一種耶 有人說正確名稱應該是辣腸跟肝腸 肝腸寸鑽 接下來這一個呢應該就是它的鮮肉粽了 期待了 期待了 因為我沒有不喜歡辣腸 只是我就很喜歡很單一粽子的那個味道 然後粽子拿 給大家看一下 跟剛剛的其實差不多 也是豬後腿肉 然後米飯看起來是糯糯的 其實它比較沒有什麼肥肉耶 我跟大家說我覺得喔 如果你是對於胡州這種米很害怕是肥肉的人 我覺得麗家你可以試試看 只是老實說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的重 我但我覺得它還OK Nicky說 洗個澡出來怎麼剩兩顆 我跟你講人生就是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來吃吉拿腹 原住民的肉粽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是用小米做的 然後一定會有假酸漿葉 可是裡面包的料不一定 楊米說我今天是蟹肉棒粉耶 因為它有一個赤蔥跟一個素的 我現在聞到一股很重的味道 這外面是假酸漿葉喔 我們來吃吃看它味道怎麼樣 這是素食的 因為這有豆皮 假酸漿葉的味道我有點難形容耶 我來撥開另外一個吃吃看 我還記得之前那個 我還有看到喬瑟夫 他也有發鮮豆 然後我記得他 吉拿腹 因為我還打錯 哈哈 後來還重發 超好笑 我對這個印象超深刻的 嗯 喔 四湯口味也很好吃 欸素食的跟醋蔥 醋蔥… 欸我跟大家說 由於我本人真的是吃荷的 所以素食的口味對我來說就是 比較素一點 但是它有一股我還滿… 還滿重 不知道是什麼 我有點無法形容的味道 所以大家如果吃素食 我覺得好像可以嘗試看看 然後我個人其實比較喜歡 赤蔥口味 因為它咬起來很香耶 而且它的肥肉的香氣很明顯耶 而且它赤蔥的味道啊 沒有到真的非常的重耶 我覺得還OK 赤蔥的味道本身其實有一點點像蔥 但是它辛辣感就稍微明顯一點點 小米的味道跟我想像中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上一次吃小米 我覺得它的口感有一點特別 但是它這個跟我上一次吃到 明明是一樣的小米 但不知道是因為它的包法還是煮法的關係 我覺得吃起來滿神奇的 它跟那個 我們印象中的肉掌 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一個感覺 吃完了 好 然後呢 我今天開下就是 焦樂斧跟那個嚷嚷的肉掌 我先講嚷嚷好了 嚷嚷的話 我覺得它素食口味 如果你吃全素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試試看 因為它跟你印象中的菜長 或什麼肉掌 完全是不一樣的風味 然後我很喜歡刺蔥那個口味 是因為我覺得它吃起來的味道 跟我想像中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是屬於 我會想要買給我們家人吃吃看的那一種 再來的話 這是我剛剛開箱的 另外的幾家家樂斧的肉掌 我覺得狀元的那一家口味上偏重 如果你吃比較清淡 你可能不適合買它 但是如果你喜歡吃單純糯米 本身的那個香味 我真心的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 調味真的是還滿重我的 只可其實它的米飯吃起來 有一點點碎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羊哥羊少 我覺得它的那個味道是 就是傳統霸腸的味道 我覺得大家如果 不知道要買什麼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它 因為我覺得它是基本盤 它沒有到非常的突出 就是會讓你驚豔 但我覺得它是OK的 然後我還在想說 等我今天那一支 但是我到底要不要開箱霸掌 但我覺得我今天要來做一個大肉粽嗎 我有點猶豫 好啦就是這樣